今天好像是第87集的樣子 大家好 我是 pouchN 今天也要繼續來看我們的生存日記 好的那上一集 我們就是蓋了這個超大型的收割機 那大概的話就是原本 原本只有三個嘛 那大概就是五倍的效率啦 可是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的鑽石儲居然 居然還沒有辦法用完你知道嗎 各位看一下我的鑽石儲之後 耗了一半的耐久量 蠻累的說真的 不過我今天的話是87級嘛 這一級的話我就不要拿來就是 消耗在這一個鑽石儲上好了 今天我們要做一點比較特別的事情 來來來我們稍微拿出我們的龍蛋 各位看龍蛋不外乎就是 麥塊裡面最稀有的存在沒錯吧 它就是每個世界只能產生一顆 然後呢就是它其實是可以破壞掉的 比如說我只要用這種原始方塊丟進去岩漿裡 它就會不見了 那各位也知道就是你龍蛋放在地上的話就是 你點它它會順你一走 然後就隨機傳送這樣子 那取得龍蛋的方法就是 除了用火把之外就是用火塞吧 這兩個是比較大眾的方式 那以前的話它有一種方式是拿劍點住右劍的話 灰地板的話可以把龍蛋破壞掉 不過現在已經改掉了 那各位知道龍蛋其實可以拿來滅岩漿嗎 剛剛我雖然是說我們拿龍蛋就是丟你岩漿 岩漿會把那個龍蛋燒掉 不過其實呢 龍蛋是可以存活在岩漿裡的 它不會被融化掉 我想想看喔 比如說這裡有火焰好了 先從比較初階的火焰開始 龍蛋是可以 滅火的有沒有 它可以拿來滅火 這個滅火的瞬間喔 嘿 有沒有滅火 來來我只要嘗試就是 用火把瞬間插的方式讓龍蛋破壞 喔喔喔喔喔 差點噴進火裡 太可怕了 這噴進火裡應該就燒掉了 掉路的話我記得它是很脆弱的 可是它只要是放著的狀態好像 好像就可以存在在岩漿裡吧 我們稍微測試看看 稍微找個比較安全一點的地方喔 嘿 比如說 喔喔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就是我之前挖石英的地方喔 來我們稍微把岩漿丟進去岩漿裡 欸 欸 這個太淺了 不適合不適合 等一下 我剛剛岩漿 岩漿 好像是在這個附近對不對 等一下是出乎我的那個 預料之外阿 我先想看喔 我先回去一下好了 我龍蛋就這樣噴進岩漿裡了 蛤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回去一下 回去做點準備 發生什麼事 好啦我覺得我這集已經夠87了 我已經不小心讓我的那個 岩漿 讓我的龍蛋噴進岩漿裡了 然後我找不回來了 我想想看喔 我們先來釀造一下藥水好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釀造一下藥水 我還有一點水瓶喔 我稍微來釀造一下 抗火藥水好了 抗火藥水的話先 先放一下地獄哥搭進去好了 然後稍微釀造一下喔 把那個獵人放進去來釀造一下 釀造成基礎藥水之後就換成岩漿球喔 真的是太糟糕了啦 我到底在做什麼 岩漿球放進去 快點 抗火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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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接著就是放紅石延長時間 快快快快 我很需要我很需要 喔 OKOKOK 來來我們再回去 抗火藥水我至少要下潛到岩漿下面去喔 其實我只是想要講解一下那個龍蛋可以在岩漿裡存活而已 為什麼我就找不回我的那個龍蛋呢 龍蛋回來啊你在哪啊 龍蛋好像在這附近吧這一區 啊等等等呵呵呵呵呵 被人跳進去了 來喔來喔我不知道這樣找不找到龍蛋喔 你在哪啊 龍蛋我的龍蛋呢 不是這附近嗎 那我們就是可能要在下面找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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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蛋 龍蛋 不知道在這裡 喝夜是要什麼沒有用耶 應該是沒什麼用處啊 喔我到了 這底下是那個 靈魂沙喔 然後我全身在燃燒 這到底怎麼找啊 快點 在哪裡 快快快 欸等一下 我好像找到了欸 是這個嗎 這被岩漿包起來的東西 哇喔終於找到了 其實沒有很遠啊就是稍微 稍微在這附近飄一下就有了 因為各位知道就是 龍蛋它的那個傳送 傳送距離有限啊 所以說它不會傳很遠 那我想一下我要怎麼把它那個 把它救回來 我看我剩三分鐘了 我找了好久 來來來 要把那個龍蛋救回來的方式就是 欸欸 在它周圍有沒有 填這個 歷史 也不一定歷史啊 你能夠填東西就好了 把這個以實質的方式 都填這個歷史喔 等一下我這個燃燒什麼時候才要消失啊 好大概就這樣填滿了 然後我要先等一下我身上的燃燒效果消失喔 不然的話 擋視野 其實沒有很遠欸說真的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龍蛋在這裡 我剛剛點到它了嗎 等一下 欸對欸它又飛走了 該死了傢伙 不要亂爬喔 我想說為什麼它會瞬移到上面來 真的是 調皮的龍蛋欸 應該誰游也過去啊 龍蛋不要再跑了好不好 拜..拜託 欸欸我點到 它了 這是它要去哪裡了 再下去找一下 在這附近而已吧 我記得 那個 栗子效果沒有飄很遠 這裡這裡這裡我找到了 我這是要小心的不要再點到它了 這點到它 我..我..我.. 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它再飛走 再從我眼前消失 嘿 成功了 應該 吧 我們稍微 挖一下這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 好 來啦 想辦法把它 想辦法把它 想辦法把它拿回來啊 嘿 嘿 喔喔龍蛋回來了 太好了 終於拿回我的龍蛋了 那我要先回去了 欸欸欸欸欸欸 我忘了 我忘了裝備跳刺 我還直接跳進去火裡 還好我還有那個 抗火藥水 幫我真的就死定了 嘿 來來 我們先飛回去一下喔 唉唷怎麼有幽靈啊 等一下我現在視野遮蔽中 煩死了 好好好 回去先回去了 欸欸欸 火熄了火熄了很好 好 來喔 那我現在要做其他的測試喔 那這個測試呢就是 要稍微 再做另一種藥水 所以說沒關係 我們再做三個瓶子出來 來來來 這一次我們做那個 夜市藥水喔 就是 在晚上可以看得很亮的藥水 稍微做一下 好我們在趁那個 釀造藥水的時候 跟各位講一下好了 我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喔 我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讓龍蛋不要瞬移的方式 如何讓龍蛋不要瞬移喔 等等各位就知道了 雖然說這個比較搞剛一點 嘿 拿出一瓶夜市藥水 我們先 先走遠一點好了 剛剛也有提到的就是 龍蛋它的傳送是 呃有限制距離的 就是 它如果太遠的話 它傳不過去 我稍微標示一下 龍蛋的傳送範圍好了 好 那我稍微把位置給標示出來了 我們稍微站遠一點看好了 龍蛋的位置就是 這一個 長方體的正中心喔 這一個長方體是 31X31X15的那個 長方體 那這個就是 龍蛋的傳送的距離喔 它不管怎麼傳送 就是只會傳送 這一個框框 包括這個框框啊 之中喔 它不會就是 瞬移到這個框框外面來 只要你龍蛋一直在中間的話 就是 水平方向15格 然後上下各7格 這樣子 就是 中介蛋的那個 呃就是龍蛋的那個 傳送極致喔 再來呢 龍蛋傳送還需要 就是一個條件喔 就是它必須要是 空氣方塊 像是我這位 這不是有利一根柱子對不對 這根柱子 是在龍蛋的傳送範圍之中 可是呢 因為已經有物體在這裡了 所以說龍蛋沒有辦法傳送的 沒有辦法取代掉這一個 位置喔 所以說呢 各位知道我想要表達什麼了嗎 只要你將這個空間 全部都填滿 時候 就是不要讓它有任何空氣方塊存在 那龍蛋在中 正中間的時候 你點它 它就沒有辦法傳送了 它就是無論如何 它就會卡在這裡 然後 你就是可以用你的左鍵 就是像 破壞泥土這樣子 把它破壞掉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不過這樣其實 要填滿這個空間 真的很困難 你知道嗎 各位知道 31X31X15是多大嗎 就是大概 14000多個方塊啊 200多組的方塊才貼得滿 這太累了 所以說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用流體 沒錯 你只要在上面 先鋪一層頂 然後倒滿水 之後再把那一層敲掉 讓水全部都流下來 像海這樣子 像海這樣子的話 龍蛋就沒有辦法傳送走了 來來我們稍微 進海底測試一下 就是 比如說你像現在 周圍都是海水對不對 喝一下夜市藥水 周圍都是海水 根本就沒有空氣方塊 你只要小心地底 有沒有什麼 一些洞窟就好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 往上延伸一下 123 4 5 6 7 大概這個地方 然後把龍蛋 擺在這裡 各位看喔 龍蛋已經沒有辦法 再傳送走了 你看 我不管點左鍵還是右鍵 他都沒有辦法再傳送 這個呢就是 你沒有火把 也沒有活塞的時候 可以破壞龍蛋的方法 可是這個很麻煩 當然啊 我的意思是 你可能在玩一些自定義的地圖吧 就是 可能啊 他不給你 不給你合成火把 然後不給你做活塞 然後呢還剛好有一個成就就是 你必須要把龍蛋移到 呃比如說某一個地方 那你就要一直用左鍵點點點 讓他傳送太麻煩 所以說呢 你看現在周圍倒滿水 然後即將他破壞掉 你看有沒有 用拳頭就可以了 打到底 啊 就是一顆完美的龍蛋 這個就是 取得龍蛋的第三種方式 而且嚴格說起來 也不會說非常難 因為 31從31 填滿方塊是很困難啊 可是倒滿水都很簡單 你就上面鋪完一層 一層之後 倒滿水 因為你量桶水就可以變無限水源了 倒滿水 然後再把那個 上面那層挖掉 這樣子有沒有 水就會全部流下來 就跟我之前在 想辦法把 引用力溺死 那個狀況有點像 其實是不難的 而且你也不用想要關注 龍蛋 龍蛋不會動 之後我就不用像這樣填玻璃 填玻璃了 不過說真的啊 為什麼龍蛋要做這種就是 很難取得的方式啊 就 還會瞬移 還會亂跑 可是龍蛋明明就 他只是稀有而已 他其實沒有任何的實質效益啊 召喚終界龍其實也不需要用到龍蛋啊 所以說 我也不知道龍蛋到底是用來幹嘛的 可能就好看用吧 可以戴在頭上嗎 不行 好啦 沒關係啦 既然他是稀有的存在 我們就是 來 供奉一下他喔 稍微 稍微供奉一下他好了 就是把他 嗯 弄一個類似神桌的東西喔 弄一個神桌 可能這樣子吧 可能像這樣子有沒有 那個 像神坦 佛坦的地方來供奉一下他 嘿 所以這些材料我都事先準備好了 供奉他 因為之前也有觀眾說 可不可以把龍蛋供奉起來 沒有了解我們現在就來供奉他 反正我們閣樓也沒有要幹嘛嘛 稍微當個神桌供奉他好了 還不錯 好啦 大概就像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裏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個喜歡 不用按個訂閱 也不用按個小鈴鐺 那有什麼要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讓我知道或知道粉專事訊話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